这边这条街还有超市 我买了个面包 花了7块 明天早上吃 我主要在买点水果 这个烧饼我吃过的吗 我第一次见过这种烧饼 很薄 应该是脆的 这边的西瓜1块8 不贵 这一半才17块多 但吃不了 一个人吃不了 看别的水果 买点水果 准备结账 出去 回车里吃饭 买了一个卷饼 花了3块 又买了凉拌菜 花了6块6 就不定外卖了 外卖了还没有这个好吃呢 这么多 花了26块1 包含 今天的晚饭 还有明天的早饭一个面包 明天早上打算吃面包 然后还有煮鸡蛋 还有豆奶 对还有水果 买了橙子 现在准备回到我的小车里 看几点 现在是5点 5点吃完饭差不多6点 然后遛狗 带他去附近的广场转一转 刚才去的超市就这个 大世界 重温街超市 我的车停在了这边 晚上我要到这边的这个 古塔 转一转 现在附近就这个古塔和和那个博物馆没去了 博物馆明天去 这边玩的挺多的感觉 我现在不缺电了 太浓的话 车停一天也会发电吧 能发30%到40%吧 一天也够用了 电如果再不够用的话 我就考虑搞一个发电机 多大的事啊 是不是 一个发电机吧 我的车也能装一下 买一个便携的 这边大风车 看到没 好玩吧 现在回到我的小城堡里边吃饭 这是今天买的 把车门一关 是不是 我这个车好处就是低调 看 这是我今天的晚餐 凉拌菜 还有这个煎饼 还有一个煮鸡蛋 下面 煮鸡蛋 一个人在小车里边 吃着晚饭 喝着可乐 看外面就是 街道 这种感觉挺爽 我刚才去的就是这里 有点远啊 镜头拍不到 但是眼睛能看到 就是这边 现在吃饭 吃完饭 蝎或者溜溜狗 多量一下 今天的晚饭等于 才花了9块6毛钱 是不是 这个凉菜6块6 这个卷饼是3块 这个凉菜根本吃不了的 我让它少放盐 很好吃 但是也吃不了 现在吃饱了 看一下这个凉拌菜 好多水啊 看到没 每次买的这个凉拌菜都好多水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是为了故意压秤吗 6块9一斤的水 现在我要给我的狗狗 扒一个这个煮鸡蛋 它可馋了 你看 喂它的狗粮 它不吃 狗粮这里边还有那个 维生素 还有那个 那个钙片 给它拌的 它不吃 刚才喂它的鸡蛋 它马上就吃了 特别馋